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第六顺位被芝加哥公牛选中 带领这一只一败涂地的球队冲击总冠军金杯 改变他爱恨交织的家乡 然而他的小聪明没有逃过老狐狸的眼睛 汽车城活塞仍然在第二顺位选中了托马斯 接下来的几年里 托马斯充分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天赋 迅速成为联盟顶级空位 被赋予微笑刺客的称号 三年后真正的芝加哥就是主将林 那就是迈克尔乔丹 他无可匹敌的天赋让他远远甩开其他球员一大截 场均贡献28.2分 6.5篮板和5.9助攻 几乎以一己之力 他将公牛和芝加哥从泥潭中拖了出来 成功赢得了球迷们的喜爱 也成功入选了全明星阵容 乔丹先是参加了扣篮大赛 与此同时 他已经和耐克签下了一份巨额合同 他身着华丽浮夸的金链 穿着别具一格的球鞋 潇洒地展现着扣篮动作 即使在决赛上略逊威尔金斯一筹 但他仍然成为了那些全明星中最耀眼的明星 也许是看到了自己的侄子 穿着公牛23号球衣在家里晃达 对于敏感多艺的托马斯来说 这是一种十分受伤的经历 因为乔丹所做的一切 恰好就是托马斯在梦中无数次刻画的场景 在他眼中 乔丹不仅抢走了他的芝加哥 还抢走了本该属于他的金钱和名声 极度的种子在他心里悄悄发芽 后来 两人在电梯里相遇 但乔丹没有向托马斯打招呼 这让自居为前辈的托马斯感到十分恼火 于是薪酬就和一起算账 托马斯已经将乔丹视为自己的敌人 他找来参加全明星赛的好友 告诉他们乔丹是一个不懂规矩的年轻人 要给他一点教训 也许是因为碍于托马斯的面子 或是当时过于耀眼的乔丹引起了众怒 许多全明星球员答应了托马斯的要求 84-85赛季的全明星赛 乔丹怀着证明自己的心态走上了赛场 但他突然发现无论如何也不能从托马斯手中夺到球 还要面对对方莫名其妙的针对进攻 他被所有人孤立在外 上场22分钟仅得到了7分 对于骄傲的乔丹来说 这是一生中最耻辱的时刻 也是最不能忘怀的一件事 以赛托马斯是吧 我记住你了 1985年2月13日 也是公牛在全明星赛后的第一场比赛 刚好是微笑刺客托马斯带领底特律活塞 各场挑战公牛 在芝加哥的联合中心球馆 数万家乡父老面前 托马斯被乔丹狠狠地羞辱一番 愤怒的乔丹如天神下凡 狂侃生涯新高的49分 再一次快攻扣篮 使他故意放慢速度让托马斯追上 然后狠狠地在他头上完成了扣篮 尽管刺客再不服气 也只能在所有芝加哥人的欢呼声中 灰溜溜地离开 从此刺客和乔丹结下了不可化解的仇恨 随后的几年里 这两个东部传奇后卫 除了欧尔达的嘴炮 更多的是在暗中较劲 比拼球队成绩 然而乔丹的队友 没能帮助他在系列赛校的最后 连续三年首轮游 而托马斯在底特律 则一点点的带领起活塞 走向强大 在教练扎克戴利的帮助下 坏孩子军团出具雏形 但依然未能翻过东部魔王 大鸟伯德这座大山 所有的纷争和仇恨 都被埋在了各自惨烈的系列赛之中 但他们并没有消失 只是在等待着被遗忘的一天 1987至巴巴塞技师乔丹 迎来自己巅峰时期的一年 他打出了神话级的赛季表现 在常规赛结束后的奖项评选中 成为乔丹的个人秀场 他拿下了常规赛得分王 抢断王 一阵一防 最佳防守决演奖 全明星MVP和常规赛MVP等荣誉 篮球之神出路锋芒 与此同时 同样是在1987至巴巴赛季 托马斯和底特律活塞 也迎来了巅峰 坏孩子军团的凶名远扬 他们的防守肩不可破 进攻配合行云流水 那一年 他们以54胜28负的战绩 第一次拿到了中部赛区的冠军 旧赛中 乔丹和董瓦斯的交锋成为了交点 公牛仍处于上升期 但被坏孩子军团4比1击败 然而乔丹并没有因失败而泣呢 因为格兰特和皮鹏已经来到了芝加哥 属于他的时代 已经在向他招手 活塞在东部决赛中 打败了大鸟杀剑总决赛 直面魔术士带领的Shotime湖人 然而刺客因脚踝伤情影响 活塞在赢下天王山的情况下 连出两场未能连续击败 黑白双杀的传奇神话 但活塞也深刻感受到 属于魔术士和大鸟的时代已经过去 而坏孩子军团 距离登顶荣耀之巅 只差最后一步 来年再战 1989年的旧活塞乔丹 在首轮面对骑士的生死战中 贡献了传奇绝杀的Shot一战封神 士气大长的公牛队一路高歌猛进 而刺客领军的活塞铁骑也在几活赛中势无破竹 双方在东部决赛成功会师 活塞对阵公牛 刺客对阵飞人 火药卫混杂着浓郁的血腥味 在两座城市之间弥漫开来 在第一场比赛中 天神下凡的乔丹 终结了活塞队的主场25连胜 但随后 托马斯在第二场决绝的回击中 为活塞赢得了胜利 第三场比赛中 乔丹在最后三秒 投进了制胜绝杀 使得公牛取得了大比分 2比1的领先 然而就在被绝杀的那个晚上 托马斯独自开车去了 密歇根大道的湖边 独自回想着乔丹在他头上 完成的那几绝杀 心中的痛苦几乎让他窒息 凌晨三点 眼睛不满 红血丝的托马斯 拨通了球队助教的电话 表示他知道该如何对付乔丹了 随后的这场比赛 乔丹遭遇了篮球史上 最疯狂和不择手段的防守策略 在第四场比赛中 乔丹15头仅5中 第五场8头4中第六场 蓝比尔甚至把皮棚揍出了脑震荡 最终公牛倒在了托马斯的脚下 往后的一年季后赛 同样的剧本不断上演 在七场比赛中 坏孩子军团将乔丹的身体和精神 磨碎了再重组 臭名昭著的乔丹法则 让乔丹吃尽了苦头 他称活塞那两年的冠军 是被恶魔统治两年 深知自己对托马斯和活塞 只有不公待天的仇恨 复仇之战不可避免 在90-91赛季 坏孩子军团对三连冠 展现出十足的野心 而公牛在请来闪失之后 三角进攻打得风生水起 皮棚也已经成为联盟中 属一属二的小前锋 十年磨一剑 终于到了斩下魔头头颅的时刻 公牛在旧赛里无往不利 毫无阻碍地再次杀入东部决赛 他们对手正是未免冠军活三 以及让乔丹恨到牙痒痒的 微笑刺客托马斯 连续多年在坏孩子的 柔力和肉搏之中魔力 也许乔丹也不知道 此刻的自己和芝加哥公牛 已经强大坚韧到何种地步 在前两场轻松碾压活塞后 第三场被逼入绝境的活塞 奋起反抗 他们在最后两分多中 落后五分 活塞的高压防守 造成了皮棚失误 活塞抓住快攻的机会 但是乔丹完成了 被蝉尸成为 史上最好防守的一防 彻底掐灭了活塞的最后一口气 最终 公牛在第四场 兵不续任横扫了活塞 乔丹第一次完成了 对托马斯的复仇 但是托马斯并没有展现出 应有的大度 他们之间只有血海深仇 绝无尊重 坏孩子军团不愿意 和公牛握手 这让恩怨只有延续一条路可以走 托马斯将为自己的 这个选择后悔终身 1992年美国男人 决定围绕乔丹舰队 让NBA职业球员参加奥运会 这对于超级巨星来说 是第一次能够得到 为国出征拿到奥运奖牌的机会 然而尽管在联盟中 仅次于乔丹 魔术师和大鸟的托马斯 理应出现在 美国男蓝的大名单当中 但此时的乔丹 凭借其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 乔丹直接宣布 我和托马斯只能留一个 在魔术师和大鸟的支持下 托马斯从此被排除在美国队之外 错过了孟一队的篮球世界巡演 和那块奥运金牌 尽管他后来入选了孟二队 但因伤病而失之交臂 梦之队成了他职业生涯唯一的遗憾 就像乔丹菜鸟赛季时 被托马斯孤立一样 当双方的地位发生反喘 托马斯也终于意识到 被霸凌的痛苦 在退役许久之后 他仍然不知疲倦地向乔丹开跑 而非人也抓住每个机会 痛骂托马斯 对于这两个已经60岁的老头来说 也许这些偶尔的口水账 能够让他们回想起 年轻时针锋相对的青春热血 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 梦回巅峰的方式